不过身为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却有人执法犯法 来看到这是一名台北市南港分局交通犯罪的原警 他是因为贪污罪被起诉 原来他是在两年前和车主安排了假车货来做假的笔 路诈领了60万元保险费 事后警方扩大追查还发现 原来这名原警当时是勾结了做当铺的女朋友 利用着警用系统去追查欠款车主身份证以及居住地 涉嫌图利54万元 因此遭到地检署起诉遭到停职 2006年台北市交通分队队员认真拦检可疑车辆 遭到嫌犯开车冲撞 林姓原警一度受伤无法正常行走 同样也是他接受台北市长柯文哲颁奖笑得好开心 2016年他处理交通事故 家属感谢致赠1万元红包 他拒收获得台北市府连能凯魔奖 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样给人好警察形象的林姓原警 却因为贪污被起诉 两年前在南港的港东街这里发生了一起车祸 而当时很恰巧的林姓原警在附近巡逻 非常快速的到场 但事后被发现有疑点 就连警察同事也惊讶 怎么那么有效率 一辆百万名车被逆向车撞坏 保险业务员发现撞击的机阵有问题 原来车主跟林姓原警刻意安排这场假车祸 在座假笔录申请60万理赔 追查后揭开了一连串的贪污事证 2017年林姓原警勾结当时从事当铺抓车的女友 利用警用系统追踪欠款车主的身份证和居住地 查了上百笔资料 不法图例超过五十四万元 本文局主动调查移送 经40地检署一贪污制罪条例起诉 本文局将报请林原停职 并追究相关行政责任 身为第一线执法人员 却执法犯法 林姓原警遭到自家人调查 检方起诉后已经停职 建成长辞职台北昌报道